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跟我讲说不要给孩子讲儒家了 因为他将来到社会上吃亏 不对 真正的儒家是不会吃亏的 这个孔子怎么讲的呢 孔子说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这三样是一样都不能少的 那我把它比一成什么呢 比一成一个三维空间 一个X轴 一个Y轴 一个Z轴 这就是仁 这就是智 这就是勇 人之勇是可以同时满足的 也就是说 仁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智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那勇呢也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它最后形成的是一个立体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每一项都可以做得很好 这样 它是一个空间 所以我把这个呢叫做君子空间 君子空间 这三条缺少一样都不能算君子 我们能想到任何一个君子品德 都是这三者的组合 比方说义 比方说义 仁义 理直性这个义 这个义 既要人 又要智 又要勇 人之勇 必须全预备了 它能叫做义 对吧 所以它这个义不是一个单一的图 那每一个维度 又可以分成阴阳 两个 比方说 人 有阴人 有阳人 阴人呢 阴的部分就是说 你不要做什么 那么阳的部分就是你要做什么 比方说人 比方说人 阳人就是 己亦立而立人 己亦达而达人 这是你要做的 而阴人呢 就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所以这个呢 就有阴人 阳人 两个部分 那勇也是这样的 勇是什么 就是要进取的这个精神 那 孔子说 这个 见义不为无勇也 见义勇为 这就是 仰勇 但是 不能什么事 都那么难干去 所以 一事能够忍住 就是阴勇 孔子说 想不忍 都乱大猫 这就是阴勇 对吧 治也是这样 治本来是理智 理性 那么 理智和理性 就是讲道理了 就是要讲道理了 那是 阳治 可是 你不能够认慈灵 你什么事都去给人讲道理去 那也不行 所以 所以一定要 做到 阴治也要做到 就是不要认慈灵 所以你看看 三个维度 每一个维度 又是每一个上都分阴阳 两极 一 那么 一共有多少个可能呢 阴 阳 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分阴阳 一共有多少可能呢 实际上就是 二的三四方嘛 二的三四方能解 八 所以一共有八种可能 这就是八卦 八卦就是这么来的 它的真正的含义就是这样 刚才说 王说勇 勇就对应八卦里边的那个 潜卦 潜卦 就是 天行鉴 君子已自强不喜 因为它是 这个什么嘛 它是禁体的嘛 那么人呢 就对应 坤卦 就是 地势坤 君子已厚德在乌 对吧 就这样 而这个智呢 对应太卦 太卦就是通达 那么智就是通达的意思 对吧 所以 这个 每一个君子品德 最后 都能够 在我们这个 周易里边找到根底 所以这个是我 我说 要学儒家 一定要掌握到这个儒家的精神 就是这个 三维空间 或者叫做 君子空间 这样 所以你要是 从这个角度去学儒学 你说有用没用 太有用了 对吧 那 那 希拉里 这次输 输在哪 就是不懂那个 成 成是归在 治这个维度的 治这个维度 儒家讲 慎读 什么叫慎读啊 别人不看着你的时候 你怎么做 对吧 那 电影门事件 很明显 如果希拉里学过儒家 不会犯这种错误 对吧 对 对 那川普呢 川普是当选了 可是 到处是抗议 那川普的问题在哪呢 川普的问题在那个德字 无德 对吧 这都不行 所以 所以 现在我说 正是儒家复兴的一个好时机 你就看看每个选题 但凡这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学过儒家 那一定当选 对吧 否则就是现在这样 当选的也会 或者他的竞选团队 要有这个知识 对 要有这个知识 对 所以儒家 我说 他是做什么的 儒家的历史上来讲 叫做 修身 革物智之 修身其家 治国平天下 最终是平天下 治国平天下 不就是从政吗 儒家 他的本职 或者说他的本职工作 就是这样 从政 所以我现在在给小朋友们 讲这个仁义课 还有这么小的小朋友 他自嘴多 是吧 将来能成大事 将来如果我们在这个参政的队伍里边 有一个有儒家训练的人 参政的话 不得了 对吧 不得了 注意啊 不要片面理解儒家 智也得有 勇也得有 当然不猛 神必须得有 这样 有这三者的 你去竞选去 我就无信选不上 是吧 所以 我说这个儒家的现实意义 还是 我们到现在才能看出来 他的现实意义在呢 实际上 那个历史上 实际上 都没有真正发挥他的意义 那今天呢 我们要从理人第四开始讲 我们还是老规矩 我们每一 在讲每一段之前 大家一起朗读一遍 很短 第一段很短 来 其次 理人为美 则不处人 焉得知 好 理人为美 则不处人 焉得知 理 理就是 林理 就是 邻居的意思 那理人呢 把它作为动词 就是以 就是和人者作为邻居 就这一句 所以 理人这个 正好理解 这个字 本身就是 上面是田 底下是土 有田有土 这就是 古代 古代 这个老百姓的一个居住的一个村落 他跟他邻居住 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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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和人者作为邻居为美 这是最美好的事情 好 第二句 则不处人 焉得知 则不处人 是个道庄记 实际上是 不择人处 就是不选择人者来相处 但这个处的意思也是 记住的意思吧 焉得知 怎么能算得上聪明呢 聪明人都是选择人者来作为邻居的 大门地区 房市火爆 选房子 怎么个选法 还是要看这个小区怎么样 邻居好不好 这个房子本身值多少钱 那是次要的 你如果在一个不好的小区 你那房子建的再豪华 没人买 那个邻居不好 所以这叫 责不处人 焉得知 很平实哦 这个话 很实在哦 对吧 对 那么 礼 我一般对方是解释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的本意就是邻居的意思 把它引申成这种长度单位 但是后来的事情了 后来又把它拿来作为这个字的简化字 这个字就是礼外的礼 这个礼就是衣服或者被子的这个礼儿 那什么样 这样 其他这个不就是依吗 上面一点点 这就是依嘛 衣服的礼嘛 对吧 那这个是标音的 对吧 实际上这个本身没有那里外的意思 对吧 标音的 好 好 那这个责 这个责 我们讲过了 我们上一次课专门讲这个责字 对吧 这个责 还有这个姓 还有什么什么 跟那个 所以今天不用讲这个 这个责 这个责 这种简化呢 其实按理说也不好 这个 至于为什么不好 实际上是 最好是不要把那个 两个意思完全不同的给捏到一块 有一个字表示 有人说这是贾戒嘛 贾戒不就是这样吗 那贾戒一定要把令的 它的原意一定要给它再令到一个字 贾戒 这才叫贾戒 好 这个除 这字啊就更不好 为什么 这个除呢 原来是这样写啊 这是 基本知识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是有好处的 反体字这样写 上面有虎头 虎头 没有什么意思在里边 就是标音的 因为虎 这字读除 取这个读音的 这是后来加上去的 其实这个字这样写也对 古时候这样 本来就是这样写 本来就是这样写的 只是 汉字不是简化 繁化的时候 给它加上这个 这个标音呢 就是用的 那这是啥意思啊 这能看出啥意思吗 我说了 任何一个汉字 每一笔每一话 你都得能讲得出来 这是个极 就是查极 那居家过日子 你得有几吗 这是 就跟我们说 这个 这个 杵的本意就有关了 杵就是相处 就是过日子的一笔 这个呢 这个我讲过 我讲个的时候 我讲过这个篇盘 这个篇盘 看来像反文 这跟反文不一样啊 刚才说那个 叫的时候 这是反文 你看笔画 不一样的啊 这种呢 都是手里边拿的一个东西 而这种呢 是脚 这个是从指来的 全是这个字 这个指 你看 甲骨文才这样写 这是一个脚 脚后跟 这是脚的大拇指 你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哪只脚 这是这只脚 还是这只脚 这只脚 前排就做 前排 这个变成直 把这个脚呢 倒过来写 就直这样 脚后跟朝上 大拇指朝下 这个就是这个字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 这是沿着的 所以这是指 这是脚 就是脚 停止 停止要住下来嘛 然后有家具 这样做的 你看 这是脚 这是脚 很清楚 这个处的意思很 非常清楚 又不知道谁出了个主意 是把它改成这样 问题是他也没解话了啊 这笔画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 这怎么解释 这这都没什么解释了呀 这真是不好 不好 是吧 而且 如果小朋友 学这个 这种字 跟这个字 这太离婚了 你就写这个 挺好的嘛 跟这个字 你看 这太离婚了 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 我不是说一概反对简化字 我是反对这种不讲理的简化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 做汉子简化那个人他不懂 他没研究过这个字缘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 那这个外 那这个外啥意思 你不是说 任何一个汉子都能解释清楚吗 这啥意思 这个李刚才已经说清楚了啊 这个衣服的离儿 那个那个读印 这个外 还真挺难解释的 先说这个 这块是月 这块是月 就是锡 锡就是从月来了 少一点而已 这个呢 是补 占补那个补嘛 这个 这个许慎 就试图把这两者 结合起来 许慎说 占补都应该是白天占补 他在晚上占补 外行 外行一个 他说文解字里就这么写的 这 你要这么解释呢 我觉得不应该说 其实这个 这把不是 不是一个补 如果你看 这个经文 它有什么的话 它这把这样写 它跟那个补 还是有点区别 它这样写 看过这样写的话 这点不应该是朝下 应该是怎么的呢 这点应该是朝上 你看 加古文它这样写 这是代表外 而内呢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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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变成我们现在写的这个 这个 这个呢 就是 这是 用在 在 龟壳上 那个裂文的方向 判断 是内 还是外 这是朝这个方向 跌的 这是朝这个方向 跌的 所以 甲武文里边 那个外 没有这边 就是 这个 这个一粒是外 能够跟 我们的这个经典对应上吧 能够对应上 因为这里边有 外 什么 饼 外什么 我们看上书上有这个字的 都写在下这个方向 是能够 是有根基的 那这个 月到底是啥意思 这个 文字学家们啊 解释说 这是标音的 我想大概也只能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了 因为甲武文没有这个天方 那这个 外跟这个月 这个音一样吗 也许 古时候也许 它的音是相同或者相近的 对吧 那么这就没办法去考虑了 在这个字 咱们就是 讲轮椅是讲轮椅 咱们讲到轮椅里边用到哪个字 有意义的话 也得碰巧我知道了 我们就把它解释一下 这就是 读文 责乎楚人 这个楚 明白了啊 这个楚的这个 这么些吧 是不好的啊 这样 好 好 我们 叫做烈女传 烈女传 烈女传里边 把中国古代 那些有名的女士们 做了一个一个 每一个人做了一个传 其中有一卷叫做母仪 都是指的贤名的这些母亲 那个孟母是其中一个 这是在母仪这篇里面记得的故事 读一下 这个孟子幼时提舍进墓 常稀为目间之事 其母曰 此非无所以 楚无此也 又看他楚了啊 这个目间 这个这个 他就老学着人家出病啊 哭啊 念啊 他说这个不好 这个不可以 让我儿子在这地方生活 随千居士旁 搬到了吉茂市场旁边 孟子幼稀为 古人炫脉之事 在吉茂市场嘛 就要学着吆喝了 是吧 他就孟子又跟他学 怎么吆喝 这个孟子 孟母又说 此又非所以楚无子也 这又不是 可以让我儿子在这生活的 复兮兮学功之旁 天玺 又搬到了学功之旁 学校旁边 孟子乃兮为 祖斗一让进退之事 什么叫祖斗啊 祖斗就是祭祀 一让进退 就是怎么应接客人 怎么这些礼节 学这些 孟母就说 此可以出无子也 这可以 让他学这个很好 随吉爷就在这里住下了 即孟子长 孟子长大以后 学六亿 足成大儒之名 所以就成为一代大的 就看这小时候 跟什么环境下 在什么环境里面成长 我们现在调房子哪子最贵啊 学工旁最贵嘛 看这学校 对不对 你说这是儒家造就了中国人的传统呢 还是中国人造就了儒家呢 这很难讲 对吧 这个肯定是儒家传统 也是我们中国人 尽管你说 我们儒学都断代那么多年了 你现在还是让到儒家里做 对吧 那你很难讲 谁造就了谁 好 这就是择邻相处的故事 这个很有意义 孟母姓什么 孔子的母亲姓什么叫你们知道吗 姓盐 就是盐回那个盐 盐征赞 而孟母很少有人知道 不姓盐 姓什么呢 她姓长 这个掌子相信没几个人能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字就是掌子 对 就是手掌的意思 这字就是手掌的意思 哪像手掌啊 意外都不像嘛 这不是挤嘛 刚才说的挤嘛 这字 原来不是这样写 原来怎么写呢 这样写 爪 爪就知道了这手嘛 这是手的象形啊 然后这样 谁少了一笔这个井 这样 这就读掌 孟子家 孟子姥姥家 就姓掌 这个掌是从哪来的呢 掌就是党 您的姓 您的姓 田哥来讲不是我家姓 是从这个党来的 这个党是鲁大叔 鲁伯有这个姓 我们家姓这个党 这个党是党相组 一会儿我们还遇到这个党 当时我再说这个 所以掌 其实是从党相组分出来 读一下 到处是学问 你只要留心 这个是什么 这个孟母这个 我们就讲那里 看看第二句 来 一起斗吧 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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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者不可以求处处约 不可以常处处乐 人者爱人 智者必仁 这个 这一篇 主要谈论的就是人的问题 开篇 都是谈人的 或者不人 这里讲的是不人 说不人的人 是不可以长久的处于贫困状态 这个约 是贫困的意思 我们说节约 是吧 这个 这个 简约 都是 跟那个丰富 跟那个富 肯定是相反的 来这个 脚丝呢 代表用绳子捆嘛 捆到绳子落了 捆几裤腰带嘛 这边呢 不要多想 这是个勺 在这里用它 就为了读音 约 这个勺 好像音也不对吧 对吧 这个 约也可以读腰嘛 是吧 古代 这两个音 是可以的 凡是在这个 这个勺的这个 好多字 都是取在读音的 像 得 对吧 像 卓 等等 但卓是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因为卓是 真 那个 那个 打酒的时候 那个 跟这事有关 你看他这也多 这个过程 它这就是 它是 说的 不可以在 长久的 在贫困的 它不可以 它是不能够安平乐道的 就这意思 不可以安平乐道 它就会 去抢了 去 去 去偷去了 就这样 他有钱呢 也不行 不仁者 还不可以 常处乐 就是他有了钱 他就今朝有钱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他就得花了 这就是不仁者 这样 这就容易理解 看底下 仁者安人 智者利人 仁者安人 什么意思 就是 仁者 他是以行人 通过行人 来得到内心的平安 是 文艺里边 好多地方 遇到安的时候 都是这么解释 它是作为动词 对吧 作为动词 它是通过行人 来得到内心平安 我们说 人都有良心嘛 好事做完之后 我心里边很踏实 是这样 那第二句呢 智者利人 智者利人 如果按照同样的记事 那么这句话 应该这么理解 应该是通过行人 得到内心平安 那这个智者呢 是通过行人 得到利 合理吧 所以 不要一提人 就是跟利 相冲突的 没有 孔子认为 这个事儿 你是完全可以通过行人 来得到利的 你看我们 和气生财 是吧 同所无欺 这种 儒商的教导 都是通过行人 来得到利 你看 所以 我们这个 有一个误解 就是 儒家 就是 为人 为富不仁 为人不富 等等等等 是吧 说你反正富了 你不能忍 忍了 不对 在孔子认为 这两者是完全都可以做到的 而且是互为富中 就是你 通过同所无欺 合计生财 你反而生意能够做大 那这样 所以这个智者利人 这个 恐怕是 大家没有想到的 对儒家呢 应该是从这个角度理解 这样 谈到儒商 历史上 确实有不少的知名的人物 我们介绍几个 在史记里边有一篇 有一个叫做 《霍执列传》 就是司马迁把历史上有名的这些富翁 就是大款 也做了一个列传 其中呢 大概提到这么几个人 那 范黎 这个 当然应该很清楚 就是 说是西施的老公 那这个有争议了 可能西施最后是没有嫁给他 没有机会嫁给他 有可能 那范黎呢 是本来是楚国人 他 怀才不畏 他是一介之名 怀才不畏 他就到了越国 就帮着勾建 来复国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这不是不应该 他帮着越国 把吴国灭掉之后 他就连夜写了辞成 飞鸟尽 梁公堂 对吧 这个鸟就打发了 这个梁公就没有用了 所以赶紧要撤 否则就要照来灾过 他就下野了 泛舟无上 就跟西施就走了 他后来就到哪儿 到了齐国 在齐国那儿呢 竞商 就挣了大钱 齐国的国金 就聘他为相国 一看这人很聪明嘛 他就开始聘相国 他做相国呢 他也是 他说哎呀 这没什么意思 他又把他的所有的钱 他又分散掉 然后相国也辞掉 然后又 又白手起家 又挣了大钱 这个人就是一个经商奇才 不但是政治家 军事家 他是个经商奇才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 就是 这个 农墨 俱立的概念 农就是 农民 这个墨呢 是 士工 士工 士工工商 对吧 古代的 和行业 是这样的 最墨一个是商 所以这个墨 就是指的商人 他说 这个古建商农 可是 古要是它贵了呢 就商墨 你就不能够 这个 商人的利益就少了嘛 他就没人来给你 做这个商品流转了 所以这个也不行 所以他提出来 叫做 农墨俱立 他说 不要太贵 也不要太便宜 要在一个适当的 这两者都能够有利可赚 这是翻译起来 这个 他做相国的时候 提出这个 那其实最主要的一个 儒商的代表人物 就是孔子的学生 子贡 孔子 这个子贡在轮椅里面 积攒的 出现的次数 除了孔子之外 就是子贡了 特别多 可见他是 孔子门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他在孔子去世之后 甚至是在孔子生前 孔子又受到很多非议 都是子贡来替孔子辩护 我们读到后边的 每一句都可以读到 孔子 这个子贡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他是富克敌国 他也是做这种国际贸易 他就看谁跟谁要打仗啊 用战略物资 他就做这个 所以孔子就说他 说这个炎徽呢 这个学问是学得很好了 可是穷得叮当响 这个子贡呢 这个叫做 子贡是赐不受命 他不安分守己 可是他做生意 一则吕重 他看中说什么要涨价了 那个他妈妈真涨价 他就买进来 他就真涨价 所以他从来不失手 现在买股票 肯定是个大型家 一则吕重 孔子周永列国谁资助的 其实就是子贡资助的 子贡到了哪个国家去访问 把那个礼单一拿出来 都不用行君臣之礼 就是行宾主之礼 所以不是这样行李 而是一个东一个西 这叫分庭抗礼 分庭抗礼说的就是子贡 所以你看 学儒也是能发大财的 子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也可以成为富翁的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儒家他讲的这个 他是一套做人的道理 这个干哪一行都需要 那经商只是其中一个嘛 对吧 没有意义好像说 学儒家就不能干这个了 没有 你总得先做人 第三个呢就是白龟 这个是更后期的一个人 他的一个原则就是人取我取 就是什么东西便宜的时候 他就大量买借 然后他轻狂不借的时候 他就卖出去 那就干这个 就这么大量买借 这个白龟也是一样 这个 需要深入研究一下 中国的儒商传统 当代像美国 包括日本吧 日本韩国 这几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 这几个现代化的国家 很多企业家 他们成功的秘诀 一看 离不开如见 实际上 这是 为什么西方人现在对儒家又很重视了呢 就因为说 原来觉得他不适合现代化 发现不是 他其实是有很多有利现代化的 这个话题展开很大 我准备专门找一个时间 我讲一讲儒家跟现代化的关系 他其实上 方方面来讲 我们都可以分析一下 好 谈到这个 仁者安人 智者利人 不得不介绍一下这种词 知道这种词吗 美国的一个直销的嘛 叫安利 对吧 安利 安利 安利这两个字就出自这句话 发现没有 仁者安人嘛 智者利人嘛 所以这个中文名 它是经高人指点过的 这个中文名 很好 它的英文名也是经高人指点的 叫安位 这个出自圣经 这是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讲的一句话 I'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我是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I'm the way 我说这公司可以 这个有文化 我们现在你看中国那些起公司名字 哎呀熟了 这个有文化 复诞解释一下 下面这一句很短 那咱们一起读一下 是别为人者能耗人能无恶人 能 对 这个恶 在读恶 恶就是讨厌的意思 厌恶 对 孔子说 只有 仁者能够 好人 好人就是喜欢一个人了 物人就是讨厌一个人了 那怎么说只有仁者才能 喜欢人 讨厌人 难道不仁者就 没有喜好讨厌人的吗 好 孔子的意思是说 这个喜好和讨厌 是真正的从内心里边做的 只有仁者是真正的从内心里边的喜好 一个不仁的人呢 你看他表面上喜好一个人 是真心的吗 那都不是真心的 那是 可能是要巴结人家 要这个 踩马屁马 这样 那是 一个不仁的人 看见一个姑娘 追求那姑娘 你能保证说他是真心的吗 这都很难讲 好 物人也是这样 说这个不仁的人 他讨厌一个人 能是真正讨厌吗 也不一定 坏人 他不一定去讨厌他 好人他有可能真正去讨厌他 所以那个都不是真心的 就是一个不仁的人 他不是有一个价值观放在那里 讨厌 还是喜欢他 他是怎么 根据自己的利益 看看 在这个人对我有没有用 是这样 所以这是公主说的 我就是说的很深刻 你要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作为一个忍者 多么重要 你就看他讨厌什么人 然后喜欢什么人 他是不是真心的能够做到 你就知道他忍不忍了 看下面一句 来 子焉 搞自于人一 无恶也 无恶也 这里就读恶了 为啥 这是指的最恶的意思 就是说 假设天下的人 都是治于人的 那么就没有最恶了 就这意思 跟上面就联系了 看就知道了 就这个人是多么的重要 苟知于人以 无恶也 天下就没有最恶的 那这是理想状态了 这两段都比较短 底下这一段比较长 咱们一起走一下 主耶 父母贵 世人之所欲也 父亦其道德之 足处也 平日见 世人之所欲也 父亦其道德之 不去也 君子去人 无无成名 君子无宗室之间为人 道是敌居士 兼配敌居士 好 比较长 前半部分是讨论的富与贵 平与贱 说富与贵肯定都是人学希望得到 人之所欲 可是呢 如果不是以道德之 那么 就不储也 这个不储 其实跟刚才说的那些 我为什么要把那个储子解释一下呢 后来经常用到这个储子 那我也不去要这个富与贵 也这意思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刚才我看到那几个儒商 儒商的基本特点 首先儒家说的这些道德都是遵守的 是从内心里遵守的 不是说为了挣钱 是吧 我们说它可以带来理 富与贵 如果是不能以道德之 就不去得到的 这一次 贫以贱是人之所欲也 说讨厌 不以其道德之不去也 这贫以贱怎么还不以其道德之呢 这个得肯定不是得到的意思 是得去 得以排除的意思 对吧 就是脱贫致富 这个意思 这个得是这个 假设这个贫以贱 不是以道来排除的话 去掉的话 那干脆就不去 我就安平乐道 军子去人 乌乎成名 说军子如果去掉这个人 心里面没有人德的话 还怎么能够称得上军子呢 乌乎成名 还怎么能够称得上军子这个名声呢 军子去人 乌乎成名 那底下说的就更具体了 说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什么叫忠实之间 就是吃一顿饭的功夫 军子连这么一点的时间 都不能够违背人德 造次必一事 颠沛必一事 必一事就是必定要做到这样 造次 这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 造次就是说放次冒犯 冒失这意思 不可造次 那这个造次在这里呢 其实不是那意思 它的原意是仓促的意思 造次从字上 你看看它仓促 它就是仓促这两个字的谐音而已 仓促也是这个字的另外一种写法 仓促造次 仓促你说怎么算仓促了 就是仓促的意思 仓促之间也不要违背人 颠沛第一是颠沛第一是颠沛流离 就是生活过得不顺的时候 穷困潦倒的时候 也不要违背人 这个才叫军子 这样 这当然不难 这个不太容易 尤其是这个仓促之间 这个是最能够看你这个有没有这个君子品德的 如果是你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那么你去行人 那这个我给这个大家都能做到 有一个突发事件 你没来得及准备 你这个时候怎么做 那是看你的真我的 那时候暴露的是你的真本相 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 那怎么才能做到你的仓促之间 还不为人呢 靠修炼 这东西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是靠修炼 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在东旁做他们飞行员 乘务员排断系统 飞行员呢 我跟飞行员们都很熟 他们是隔几个月 隔半年吧 就要去飞一次模拟机 到那个 他专门一个模拟机地 你飞行 为什么要飞这个呢 他不天天在天上飞着吗 这真实的飞机不天天飞吗 为什么还要飞模拟机呢 模拟机是模拟突发状况 就是一下子发动机 细缓一个怎么办 一下子有气流怎么办 然后有闪电怎么办 突发事件 飞模拟机 你在平时的时候 你飞一辈子也不见得遇得到 对吧 但是分模拟机 那怎么去说你这个水平够不够了 离岸难就得六个月就得去飞一次去 对吧 而且他飞的那个时间 就当成你飞真飞机一样的那个时间 你要上这个飞机跟上真飞机是一样的 那上面出事也都给你出事 当然不论有什么处罚的 也不会击毁人忙了 所以飞行员的训练系统 就是说你就得去练了 没别的办法 说有一个人特聪明说 他技术很好教你 你就会了 那你这个仓促之间 让人家那 儒家 如果是光说不练 就不是真儒家 这个我一再强调 我们现在搞儒家的 总是 读经也好 什么也好 什么也好 就是 讲 上面讲 底下在学 这就是真儒家 那怎么练上呢 我们看了论译里边 第一讲我就讲过了 证子说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幸福 传不习乎 证子是每天晚上想一想 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 做的不对 就是这样 这就是修炼 这不跟基督教 不也是吗 你祷告 这个什么什么的 一样的 一样的事情 对吧 佛教 做禅 然后这个 这样 就是一样的 儒家也有这个修炼 就是 三省无身 这样 而且这个是 在我们的典籍里边 就在论译里边 就有好几篇记载 孔子周游列国 主要居住在魏国 他在魏国有好朋友 叫崔伯毅 他后来回国之后 回到鲁国之后 崔伯毅还派人 到鲁国来看他 他就问 夫子何为 说老先生在忙什么呢 这个 来看他这个人呢 就说 夫子欲寡其过 而未能焉 啥意思 说 夫子在忙什么 他是 每天都想减少自己的过错 可是总也做不到 也是修炼啊 古人这个传统啊 其实 就是有悠久的传统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这是一个表格 这是中国施大夫发明的一个 每天 你怎么有年月日马 记录一下自己在这些方面 有没有什么过失 每天记 而且还要汇总 你看 汇总 功有多少次 过有多少次 这叫功过格 哪里来的 这个从 中国儒士到三家 都用这个 都用这个 作为修炼的方式 所以我就说 这个其实 儒家传统里边就有这个 三行无身就是这个 你看 功过格 你看 你看 功过格 记得很像 不用记什么事 你就在这点一个点 或者你自己发明个符号 刚刚这有个过 插一下就行了 今天这件事我做的对 你就勾一下 就可以了 要汇总的 而且功过相抵 多少 看没有 所以这个 这个修炼呢 它跟那个存钱一样 跟攒钱一样 就是你不要怕麻烦 就是攒钱啊 我们总想要发大财 对吧 其实发不了的 你要一页致富那方 你就得一点点攒 哎呀 你怎么攒反 你就是哎 每天去想去 这样 那么这个办法呢 嗯 西方人会不会呢 也会 我们看看这个 弗兰克林 知道谁吧 就是百元钞票上 那个美国人 他是开国 也算国父吧 国父之一 是吧 他从22岁开始 就记这个歌 有点像中国 世代书用的那个功过格 他叫什么 他叫十三项美德记录表 他叫 13Virtuals 他列举了十三个项目 他一开始没列这么多 他一开始列了十二个 没有最后这一项 谦虚这个 谦虚这一项没有 他就是十二个这个 他怎么办呢 你看 这样是十三号 这样是七列 一周七天嘛 他就在每一项上想一想 我今天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有的话他就点一个点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点这个点什么意思 对吧 最后他也是要汇总 一周汇总一次 一个月汇总一次 一年汇总一次 一直当他去世 所以他是完整的把这个 他的自传里边 详细描述他这东西怎么用 然后告诉 他写给他子孙的 那个话说 他说我要让我的子孙知道 他们有一个祖先 他说天天要干这个的 他为什么能对社会能做出一些贡献 对吧 这不是白来的 他说我要让我的子孙都知道 他们可以 有一个这个 trick 他说我这有个诀窍 你看他的列子这些 节制 坚默 秩序 决心 减省 勤奋 诚信 正义 中庸 清洁 平静 真洁 这是一个朋友跟他说的 说千许也是一个君子品德 千训 他听从这个他发挥了好水 他还给朋友盯上说 你看我在哪一方面我有所进步 你看我这几个月以来 我这个方面的事我都没在犯过 不是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一念之叉的那种事 对吧 就是练那一念之叉 我相信希拉里他弄电邮门的时候 说他不用那就不行吗 他肯定是不用那也行的 一念之叉就用了 对吧 那你就完了 就练那一念之叉的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做这个事情 完全可以 我现在想 我们如果也用一个表格的话 也想一个罗佛 其实可以弄得再简单一些 你们看见过佛珠吗 手上的佛珠 佛珠也是十几颗 对吧 十五颗的也十三颗的也 不就十三个美德吗 一个珠子算一个美德 我想要把它改造一下 就是上面弄一个机关 就是你觉得你哪一个珠子上 做的有十五 戴在手上很方便 你上班的时候放在桌上 你就找雅 今天有个事情 不要过后再去弄 当时就把那个 找到那个珠子 嘎巴按一下 做个记号 当回去晚上睡觉 洗漱完了之后 把这个摘下来 放在床头 看一下 哦 这今天按了一个 想一想 是什么事 哦 那句话不应该这么说 哦 那件事应该那么办 更好 想一下 想好之后 好 放在这睡觉 第二天早上 起来 吃完早餐 洗漱完了之后 打好领带 提提公文包 捡起这个呢 戴在手上 戴的时候 再看一遍 昨天有个记号 当时一醒了吧 睡觉之前 二醒了吧 早上三醒了 三醒无神 看完之后 哥们儿给他还原 又是一个新人 去上班 记住了 这个过程 那个事儿 就不能再犯了 我相信你们 都有这个经历 那个说错话 到时候他 出口他就错了 出口 当时很后悔 你过了几个月之后 你还会接着饭 你根本没有 你没那个修炼过程 你根本不行 你空出不了 就得这样来做 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日日新 商汤在自己的那个澡盆子上刻的几个字 就是商朝的那个开国的 他刻的这么几个字 叫做狗日新 又日新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对吧 什么意思啊 他说假设你一天洗完澡 诶 患然一新 他当时说的是洗澡 洗洗身上的脏东西吧 你就患然一新了嘛 对吧 那么你何不天天洗一个澡呢 就是狗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这样的话你就会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 就总是患然一新 不就是这个吗 所以我这个 我把它想好之后 我要申请专利 我们就要拿这个作为儒家的一种修炼的道具 因为这个信基督教的 带个十字架 佛教的也有 伊斯兰教的 他都有一个身份标志 我教心理保健课程 我让学生带了一个橡皮筋 这是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这是中文我忘了叫什么 就是带橡皮筋 每次你有某种责备自己 或者是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你就拉橡皮筋 拉橡皮筋 对对对对对 跟我那想法很类似 对 拉橡皮筋弹自己一下 呐仁一下 你记住了 记住了 这是修炼 所以这个东西 发明出来 有大用 當然不能抄佛家 我們上還有機關的 有沒有設計師能工巧教 幫我想想 咱們一塊推廣這個事情 這個是一個 功德無量的事情 所以我就說 造賜必儀式 顛沛必儀式 沒有修煉你根本就做不到 咱們這個是 有辦法的 這樣 這個是 講這麼多 我這個想法 其實我最初想的 還不是用這種珠子的辦法 我想到就是用手機 現在手機都有嗎 我想 這個功果格 然後 覺得哪一件是 今天有點後悔 我一開始想的 是這個 後來我覺得 太現代化不好 沒有這個歷史感 對吧 要有傳統 我想 其實珠子沒有更好 珠子也是 如果再追溯上去 古人是節省济世 那現在的印第人 部落裡面還是有節省济世 寄個嘎嘎 我們這個珠子上也可能 搞一個 寄個嘎嘎什麼的 也可以 看看怎麼把它想進去 反正 最後 寄上就不能解開了 你最後這一輩子下來的時候 你看看你這個時候 嘎嘎又寄了多少 等等等等 你看 都可以把它考慮進去 現在還沒有成熟的想法 大家可以開動腦筋 這個 這個 功果格 我們把它叫做功果格吧 是吧 這可以有大用場 我剛才說 這個有手機這個也可以 大用場 為什麼 現在的話呢 它有 可以交流 比方說 夫妻之間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你監督我 我監督你 可不可以啊 完全可以啊 我覺得 你今天哪一點做得不好 我給你點一下 點完之後 不要當時給他看 比方說一個星期看一次 或者一個月看一次 一定要試過境遷了 誒 他上週給我點過一次 啥事兒 我也不知道 我怎麼得罪他 對呀 但是 你就有 你可以去問你 你說 這是啥意思啊 這個事兒已經過了 對吧 如果當時都氣頭上 那肯定打起來 那不成 可以你用個滯口氣 還有在企業裡邊能用嗎 也可以用 企業裡邊 你看又到年底了吧 我們單位又要 搞這個評審 先做評審 然後相互評審 上下級評審 那個評審 一年評一次 或者半年評一次 你就覺得什麼事不好 我就 我這點一下 你省得你評審的現象去吧 現象 那事和領先可能事情都忘了 是吧 這只能是評印象 這個時候 企業裡邊如果 當然這個要跟 跟私人之間就 用法就不一樣了 一定要針對企業來 來設計這個東西 這樣 這樣 跟那個評審一同聯繫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為什麼一定要把它 當時就把它記下來呢 我這是 這個 從我那輛車 受到啟發 我 買了那輛 那個尼桑 原來那個車嘛 他也知道 要省油 要省油 可是 你省了沒省啊 你根本當時不知道啊 你下次加油的時候 哎呀這次怎麼開的這麼廢啊 是吧 沒有 沒有一個量化的 現在車好了 你一踩油門 它就呼呼就給你顯示 你現在是廢油狀態 然後 如果是省油狀態的時候 它就是綠的 你要是廢油狀態 它就是紅的 你當時就看到 你這一趟車 你從家裡邊開到單位 一停車就告你 本次行車 你每百公里多少油 馬上就告你 時時刻刻提醒你 哎 這就 立端見影 馬上覺得 哎呀 很有成就感 哎呀我已經破紀錄了 你看我現在7.0了 你看看 你很有成就感 你沒有那個的話 你沒成就感 你做好了 你也不知道我好了多少 所以 要把這個東西 想到實處 好 我說為什麼 我們現在是可以把儒家 儒學呢 把它做成一場運動了呢 我們現在可以有很多技術手段 來用它 來使它 這個貼近現在生活 滿足現在這個生活節奏 這個 尤其是這個需要 這樣 所以這個是 那就可以做了 好 底下還是討論人的 好 我們還得 來 再多一個 此天 我未見好人者 無辜人者 好人者 無應上知 無辜人者 其為人意 不是故人者 家無其身 又能一日弄其力 又能一日弄其力 與人一目 我未見地不出生 該有之意 我未知見也 這段也很長 也是討論人 和不仁的 他說 我還沒見過那個好人者 也沒見過物不仁者 剛才物不仁者 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 好人者 是一類 還有 討厭不仁的人 這也是另外一位 他說 我還沒見到真正的 這樣子 他好人者 是什麼樣子呢 是無以上知 就是把人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東西 沒有比人更重要的東西 這叫好人者 物不仁者 什麼叫物不仁者呢 是說 其為人以 不使不仁者 家乎其身 就是 怎麼能 算 怎麼才能夠得上說是物不仁者呢 是 你自己行人 可是 你又 不讓那些不仁的人 加害到你 是有這本事 你 不會受到 那些壞人的傷害 這個要求 就很高了呀 我自己行人簡單 可是 我能不能避免傷害 就不是說句話的事了 對吧 這就叫物不仁者 所以孔子為什麼說 我沒見過呢 就這樣 有能一日用其力 以人以乎 有沒有人說 一天把力量用在人上了呢 一整天 我未見力不足 我沒見過說 他沒有行人的力量 你只要能生活 你就有行人的力量 我沒見過力不足 無者 蓋有之 無謂之見有 大概 也許有 不過我沒見過 有什麼 就是 一日用其力一人 一整天 都能夠 用在人上 大概有這樣的人 可是我沒見過 是這一次 說得有點啰嗦 這一次 可見 當時記錄孔子的話 個人 以個人的記錄的風格也不一樣 有的就記得很簡烈 未必孔子說得那麼簡烈 有的就記得這麼複雜 孔子 每一句話 每個標節都被記下來了 那這段話 其實不難理解 但是我想說說這句話 就是 吾不仁者其為人以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這就是我一開始 那些電視台他們要錄 他們把他們走 他說你講講你那個君子空間 怎麼回事 人至勇 怎麼能做到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呢 除了人不夠 至勇 必須其為 才能做到 使不仁者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 我們 常見的誤解就是 學了儒家就會受欺負 就會變成小綿羊了 那你沒學到家嘛 你沒有學會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嘛 那不行 所以這個 孟子說過一句話 說 仁者無敵 聽說這句話吧 仁者無敵 當然這也不是孟子的話 是孟子引用的 我們看看他在哪裡 講這個話 他是在 梁慧王上 這篇裡邊 講這個 梁慧王曰 晉國天下莫強焉 搜之所知也 晉國 梁慧王是哪國的 是魏國的 所以應該是魏慧王 才對 但是到梁慧王的時候呢 到魏慧王的時候呢 他遷都了 他遷到了大梁 也就是開封 作為國都 所以就 別人又稱他梁慧王 所以你在其他點心裡面 裝作為魏慧王 他是魏文侯的孫子 魏文侯 王老師是魏武侯 這是魏武侯的兒子 魏武侯代表應該比較少 他說 晉國是天下最強的 守之所知也 老先生您也是知道的 這句話是這一次啊 這事兒 晉國那麼強 您老先生也肯定知道 極寡人之身 東拜一騎 長子死也 到了我這裡 這個魏國跟齊國打輸了 東邊輸給齊國 這個魏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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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子他死了 在這次戰役中死了 張子死也 西 上帝 秦 七百里 西邊 又輸給了秦國 七百里地 南汝為楚 南邊 一個打波楚國 寡人齒之 羞恥啊 我都給國軍羞恥啊 願彼死者 以喜之 以撒之 撒就是喜的意思啊 如之何則可 願彼就是願位 願以為這些死者 這個 易學 仇恨 是這意思 如何做 孟子說呢 孟子對言 說 地方百里 而可以旺 這個地方 不能太大 有一 方圓一百里 就可以做王 王如詩人正於民 省行乏 佗 碎臉 深耕 易 諾 這個字啊 讀諾 諾 諾 深耕 容易理解 諾呢 是除草 易諾就是要秦除草 深耕地秦除草 諾者 以 諾日 修祈孝奎中信 這是這個 諾勞令 諾間人 他們呢 就有 空閒的 時間 來 修身 孝奎中信 可以來 修這個 入以士气附凶 出以士气掌杀 在家里边做孝子 在外边做忠臣 可使治庭 以叹勤处 之兼甲立兵 这个庭就是棍棒 这个庭说 我们说那个一庭机关枪 其实应该这个庭 这个庭就是那个一根的意思 一庭就是一根的意思 不是你现在庭 就是可以治庭 就是拿着棍棒 踏 就是拿鞭子抽叫鞭 拿棍子打就叫踏 所以鞭踏 就是这个踏 就可以用棍棒 去抵抗 秦楚的这种 肩甲立兵 那么用这个 大刀长矛 就能够抵抗他 其父母 那就是生活的背话 父母动恶 兄弟妻子离散 彼 炫腻其民 他们呢是把民置于水火之中 亡 亡而争之 夫 谁已亡敌 你现在去打他们 他们那个民不聊生 你兴兵去打他们的话 谁能抵抗呢 对吧 故曰 忍者无敌 亡 挺无疑 所以说 忍者是无敌的 所以 不要再犹豫了 就类似 那这一句话 忍者无敌这个说法 从这里看了像是孟子引用的 古语或者什么的 不是他自己的画面 那这个道理 其实跟孔子上面讲的那个是一样的 真正的忍者 必须是强者 否则就是他们的忍者 那么这一段 我们就到那里 好 好 好 下面一段 我读一遍 好 此前人缺惑业 恶与其大 万万或此之人体 此之人体 好 这先说这一段 人之过也各与其党 有看到这个党座了吗 我刚才说这次 一简化自己不知道是哪个党的 本来是两个 这两个党呢 都有性的 都有性那个党的 所以这个党和党 它是两家人 其实 而各与其党这个党呢 就是上黑 这个 所有的儿 在汉字里边 做偏旁的时候 都是人的意思 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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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 你上黑呢 天黑了 又高兴了 那不是夜猫子吗 许慎就是这么解释的 说是不鲜艺 不鲜艺 看不清楚 其实也不是了 这个字的本意是 从上 这个黑是 古时候这个部落之间 怎么区分呢 这是哪个部落的 其实就是用那个炭黑 锅底下的炭黑 在身上 涂上有不同的图案 所以看见图 从上的图案 就是一家子 就是一个部落 那上黑是这个意思 那由此就引申成村庄 所以我们后边 第十个就叫乡党 乡党 乡党就是 就是 乡女乡亲的 跟那个笔一样 又引申成党派 就是团体 对吧 引申成团体就不是好事了 因为 就有点稀 对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政党 这个党 不是什么好的名字 是吧 不应该给它简化掉的 是吧 上黑 那这里边说这个党 就是用了上黑这个意思 就是它是一个小的 它就可以物以类俊 就这个人的过错 人的过错 其实也是可以分成几类的 是这意思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 可以分成几种类型 光过自知人矣 那这个人实际上应该是这个人 就是 你看这个人犯的错误 你就能知道 他是什么人了 他是属于哪一类人了 因为各一系大话 他就知道哪一系 这个意思 这个应该很简单 这个 那这个过呢 想过这个过字 什么意思吗 本来 反比是这样的 走这儿 这个 这是骨 锅 刮 就是这个意思 骨头的骨 就是甲骨分的骨 上来 这就是一个甲骨 这一点呢 就是那个咔 一裂裂裂裂裂 以下这个 这个 是这个 骨头 就是这个 简续一下 所以这个字呢 是一个形生字 过 要走嘛 用它走着的要走 而这个就是读音 过 瓜 或者什么骨 这个 把它简化成这样 这样 好 这个简化成这样是好 是对的 为啥呢 因为这个寸 在汉字里边 首先这是手的象形 才这样 手 然后 加一点 这是手嘛 是吧 指的不是整个手 而是指的 手在这个位置 这一点就表示 这个呢 这个呢 离这儿就是一寸嘛 这叫什么脉口 就是人家脉 这寸呢 这个脉又叫寸口 是吧 他象形这个 可是 在汉字里边 凡是带寸的 都跟法度有关 都跟对错什么 反正对 就是这个嘛 风 风 风本来是用手之术 风光建国 之术 但是 虽然都是手 但是 加上这个吐之后 就代表要法度 过 当然跟法度有关了 所以把它讲成这样 这是可以的 这是没有违反这个 值得造的意思 对 错 是 非 我专门有一篇文章 是解释这几个字的 今天要解释这几个字 好 下面一章 此一 此一 很简短 我上一次讲到这一句的时候 这一句话我就讲了半堂课 我那时候是两小时 一堂课 我讲这一句话 讲了一个小时 那次的讲稿 我在网上有 在我的博客上有 实际上讨论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道道的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真理 所以那堂课主要讨论的是真理论 今天我就不想重复了 我这打出来了两份 一会儿如果随个兴趣 可以看一下 我是怎么讨论这个真理论的 实际上就是 我这个题目叫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微标准 其实讨论的不只是这个话题了 因为讨论真理 这里边会牵涉到这个话题 视频也有 文字稿也有 文字稿是我经过整理的 所以文字稿比视频的 那个 现场发挥的那个 要更准确些 这样 我的博客是 vlog.signal.com.3n 然后 你们就查这个 你们就查这个 你们查这个 你看 明固叫这个 咋 也在新浪微博上 为什么不用看字的党啊 他不让用 他说 这里有敏感词 不能够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这我真明的 真明也没办法 这程序就这么设计的 没办法 只能写这个 就是滑稽不滑稽 那到底这个道呢 其实就是真理 这是 对道的追求 执着 是儒家区别 与其他家的 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儒家 他就是 这事儿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要搞清楚的 所以 如果是一个怀疑论者 肯定不算儒家 怀疑论者 他们不是想把事情搞清楚 他们是想反驳你 我能反驳掉你就好 是吧 还有我们各种的宗教 都有一个 是不能问为什么的 那个是要 这一问就算了天条了 儒家没有 儒家任何问题都需要 去追问 这就是追求道的这个 所以孔子说 至于道 至于德 至于德 依依人 有依依 至首先是至于道 就是如果不是 如果你不想他搞清楚 那就已经不是他了 是吧 是这样的 所以 其实我也讲过 这个 关于宗教的问题 因为我是成不了宗教家的 我肯定什么教徒也成不了 为啥呢 就这个道 管着呢 你欠任何宗教 你肯定有不许问的地方 否则那就不叫宗教 对吧 所以 就是 所以 这就是这个 招闻道 西四可以 早上 听说了 道 晚上去 四 都不遗憾 儒家就是 这么知道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 看一个人是不是儒家 你不要看他 他说这个四书五经背得多熟啊 你看他对于那个事情 他有没有较真 他有没有去真正是想把它搞清楚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是真 这就是我说的 其实真如家 这个 这个 这一个 试今试 顺便说一下这个道 张老师 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句 这个招闻道 是他听说了这个道理 然后早上听到了 晚上他死了 他就觉得已经满足了 还是他听说了这个道理 在某一个国家 某一个地区实现了 然后他就心满意足了 因为如果要是光听到这个道理 那很多人都可以通过讲学 你这个讲学我们已经听到了 我们还没完全理解 但是我们听到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安心的死了 还是等到我们发现 但是王老师讲了这一套 和儒家的这个东西在某一个地区实现了 我们已经看到希望天下大同了 那个时候我就满足了 所以想 还是两个意思都有 是是 应该讲 从这本意来讲 是说我只要听到 我搞明白的 我就心满意足了 当然能够看到什么地方实现了 能当更好了 是吧 但应该 在孔子本意上讲 应该并不 至少从字面意义上讲 应该并没有这一层意思 不过你这个想法 你这个思路很好 就是说可能并听说了 还是觉得不过瘾 还是要把他实时出来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讲那个 我刚才讲那个 我们说要醒身环 或者要醒身珠 这种 我们要真正把它实现一下 该多好 对吧 并听说了好像 好像还没有太大意义 对吧 对 那就是应该是要笨 把它实现了去 对吧 去 底下这一句 仍然是谈论道 我们也把它过一下 来 此一句 是至于道 而是恶以恶实者 为主于义 是至于道 看到没有 这个 如果是一个至于道的人 他还讨厌 恶以恶实 说现在衣服穿的不够高档 这个 食物吃的不够精良 这我就不跟他讨论了 哈哈哈哈 未独以异 我就不跟他讨论 那你就吃你的好 是这一句 所以要至于道的话 这些也是 所以整个 到目前为止 都是讨论 这个人 还有这一句 可以道的 好 那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今天有一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来 每一个礼拜五晚上都有 除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没有 因为第一个星期五 他们有别的安排 有个组织会 老师 你安排圣诞节日时间吗 哦 对了 圣诞怎么 怎么个 要不要 常中午我们只要休息 因为他这不开门 常中午是不要 那圣诞他大概 他如果不开门 我们肯定没有了 是吧 我是想我们要不要 也搞一个聚会 咱们看看 找一个地方 或者 什么我们 当年底了 我们这个整个的 都是同靠者 都是同靠者 同乐者 我们看看也找一个地方 是吧 我们策划一下 看看大家 我们有个群 我们的群里面 大家可以策划一下 这飞沙文化讲坛 那个群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这个乐之堂 文艺读书会 有另外一个群 我在会儿可以给他一块加一下 好 我当中 好 好 我们要不要 年底 我们也做一个 Post Lock 对吧 看他 大家考虑 好吧 好 如果喜欢这课 我们就来 第一 第一开始我就讲了 有人问我说 能讲多少讲 讲到什么时候算值 只要有人听 我就讲 好